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6日 昨天呢 海外媒体很多文章都在猜测这个刘鹤和习近平这个关系的这个变化 也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胡春华呀 陪同习近平到河南考察 这次走了好几个地方 而且主要是考察这个南水北调工程这个情况 那么先是胡春华这段媒体报道比较多 接着昨天又有刘鹤出席了这个科技创新会议 在这之前是天文一号一试 这刘鹤也是高调亮相的 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行动主要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 需要摆平啊 这个党内各方面的关系 这个既要就是说稳住 以前的阵脚就信任的啊 刘鹤 尽管刘鹤在这个工作当中啊表现的实在是 发善可撑啊 尤其在中美贸易战这方面 也是秉持着习近平的支持 这个搞到后来这个地步啊 非常糟糕啊 习近平的这个狂妄加上这个刘鹤的这个笨拙 结合起来啊 导致中美贸易战最后 这个最后这个结果 这个 习近平明明现在就说 值得责任在自己 就像那新冠一样 最大的责任在个人 他不会承认 这个他这个性格已经可以看出来吧 就是好事都贴在自己脸上 贴金 坏事都退别人身上 他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那么这个 刘鹤现在肯定是遭到党内 各个派系的指责批评 习近平 有换人的可能性 如果还需要和美国谈着贸易的话 如果说变成一种冷战到热战了 那就没有必要了 那么他的哄住哄一哄这个 稳住这个刘鹤 也不能就是说内部发生矛盾 毕竟他新人的人还是刘鹤 以前他们两个人 你想在中学的同学 那关系不一样 感情也不一样 怎么看都顺眼 那么但是他同时还在哄住这个胡春华 为什么 因为胡春华后边还有人 胡春华后边不仅有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还有胡锦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胡锦涛不仅在党内 在军队也有很多人支持胡锦涛 加上习近平搞这两级 这个放弃的这个韬光扬灰的策略 多多逼人在国际上 这个亮拳头啊 宣传大于失智 世界上没什么本事就瞎忽悠 给美国也是精大了 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 你不论是这个事业时定点投放 还是这个误判 这都是一种罪行 现在已经是给世界造成大灾难 尤其是美国 所以习近平也在乎在乎共青团派 对立派 尽管他不喜欢这个胡春华 他也得用它 稳稳挣脚 而且还作为一种交易 就是说让李克强 在未来这一两年顺利的退下来 如果李克强就是不退 那习近平你搞中文治 我也都也搞中文治 那你怎么办 对习近平也是很大的压力 你不要看表面 给我感觉现在李克强在党内的基础 微信 越也胜过了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个虚夸的架子 一个空架子 对外宣传 不要被这些官媒迷惑 就想新冠这个事 小组长是人家李克强 副组长是寻出来 习近平是怎么表现的 那他圈子里人都看着眼里 对不对 包括军队一些人看 那都是记忆有信 所以这很影响习近平所谓威望 他这个威望就是一种虚垮的威望 主要靠张务霞的维持 张务霞恰恰恰恰恰就要退了 对吧 退下以后他再能 军队哪有铁哥们 没有铁哥们 没有铁哥们 深处极度危险当中 他这个权力维护 就是靠这个能够参与内斗的军队 来这顶着 到现在为止 你看王晓鸿在公安部这个系统当中 很少公开露面 藏在暗处 这个赵克志是个白道 但是你比较忘了 他为什么不能直接任命 王晓鸿为公安部长 那说明他还是 这个基础不行 对不对 公安部不那么好白龙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习近平 他现在也是很无奈啊 所以 左一手 右一手 先让胡春华 跑一跑 亮亮相 鞋子鞋子挺团结的 问问他 暗中在让刘启帆 他的小哥们 在厦门当副市长的时候 认识的小哥们 在内蒙古这个领域里 在给你搞犯伏败 昨天我也讲到了 抓的理财明显就在针对胡春华 今天官门又披露了 说是内蒙古又抓了 好几个 三个是五个 的厅级官员 这个目的都是为了 这个撼动 这个 这个胡春华的这个基础 因为你想胡春华到 到这几个地方 河北 广东 这个西藏这两次 加了内蒙 那在当地也是 也是培植了一批势力 他能干满一戒 你想去哪怕干满半戒 那培植的人也是很多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习近平那是两手吧 这个刘启帆在这个地方抓这个这个胡春华的底细 这边我还带着你到这个河南去走一走啊 让我看你还是让党内看我挺有胸怀的 左右都很包容 稳住这阵脚啊 他维持中共的一党 一党直胜啊 还要维持个人独裁 这考虑的是比较多啊 那么 而且而且刘鹤也到点了 即使要重用 当然怎么重用 你必须维持越来 这个 这个 到了一定年龄啊 你就必须要退下来啊 就七上八下了什么 这总是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 俗成的规矩 这个也不能太离谱了 所以 给我的感觉 这一次这个胡春华到河南啊 这个 然后我就让这个刘鹤出来 主持这些会议科技创新啊 什么 天文一号 也都是 这个符合习近平的这个想法 但是你再有计划呀 你无如变化大 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和以前 截然不同啊 这个习近平最大的坎 我认为迈不过去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新冠的问题 你想以前这个习近平 真的在党内能站得住 包括以前中共领导人 那就是因为美国一直是 比较比较这个 在经济上支持中共的 美国要是翻脸的话 那这个党内也会发生一些 权力斗争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绕不过去 就是新冠的来源问题 来源你就是退一万步 万步讲就是失误 是这个P4实验室搞出来的 但是是准备应对 这个未来的战争 没有想到提前泄露了 就退一万步你就这样讲 你承认这个 你也绕不过去 对不对 这也属于一个很大的罪行 关键是他现在为止 到现在连这个也不承认 那美国现在更多的人啊 逐步的认同了这个 严里蒙的报告 是一种由军方实验室 这个加强版的啊 这个生物武器啊 定奖投放的啊 是因为一场这个反人类罪 那你这个事就更大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够 美国在化解的这个可能性啊 美国之所以拜登没有 直白的讲述了 还是需要实践 因为他这个军事 军事打击的手段没准备好 之前他不得公布 公布以后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那只有这个两拳头了 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还能说 承认是我搞的 给你赔钱呢 对不对 他不赔 不承认 不承认呢 发生一段时间的口角 或者采取法律武器 对治一段时间 那只有开战了 开战 法庭是胜利者的法庭嘛 对不对 谁胜了 谁就审判别人 你要输的话 你就认了吧 对不对 那习近平 他现在这条路 给我感觉是 只要他还在位 就是一条不归路 那么呢 是否他会在这之前 选择相对 带一点主动权的 就是以这个武统 统一的方式啊 这个名誉 打台湾 我过去讲过吧 打台湾是早死 不打台湾等死 习近平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 在他人生来讲 这个已经是 只能这样 可以这样讲吧 没有任何路就磕疵我 真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那么他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说 摆平党内这些关系 能维持的这个统治 那么党内肯定有一批势力 要跌付他 要改变他 因为大部分人不想打仗 很简单 尤其是这些已经退的元老人 江泽民 朱镕基啊 是吧 李兰青啊 这个吴邦国 温家宝 胡锦涛 那虽然打仗吧 是不是啊 那唯一的办法 他们可能希望 习近平能退下来 承担这个责任 但习近平又不干 是吧 部队又 又有 张武侠一杆打枪顶着 所以现在僵持在这里啊 所以未来的 一年 就我认为二十大之前 绝对有好戏看 不论是刘鹤还是胡锦涛 这个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 假如他抓理财 在内蒙这样的人 涉及到胡锦涛的家人的腐败 或者朋友的腐败 他肯定能编出一套下话了 就像对待这个孙政才一样啊 这个忽然间把他拿下 令大家打电眼镜啊 那么也有一种可能 实在找不到毛病 什么事没有 人家是金刚不坏神 特别连接 你连接你要编造的话 很难走完 党内这个中纪委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很复杂的 你想一个正初级干部 要想拿下 你判刑必须 省常委会讨论半数通过 你想 他有很多的党内的规矩 他这个黑帮帮位跨越不了 这吸引引力很到头啊 不清楚他在内蒙古 抓人的结果怎么样 抓了很多了 到底搞出什么东西呢 就不知道 这个 就是肯定了 我认为将来 未来这一年 肯定是有这个 将来会有今天冬天的这个大事 那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习近平垮台 垮台 可能 或许共产党还要活一段时间 但是他要不垮台 那就直观了 直观摸盘 肯定要摸盘 蹦的将 异常的惨烈 那么今天呢 还把前段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